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往的经历也被网友扒了个底朝天 张绍涵受到了诸多非议 有了这次的C位风波 明星们对C位唯恐必之不及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扣上了抢C位的帽子 最明显的就是在去年的巴沙大合影 明星们走上台合照 对于C位小心翼翼让来让去 谁也不敢站过去 主持人华少见状极了 赶紧邀请明星们往中间站 甚至用力过猛 竟然邀请baby往威廉旁边站 看乐乐吃花群众 虽然明星们放弃了巴沙的C位 但在其他活动场合 仍然没有放弃出圈的小心思 解二总决赛之夜 陈小云发了一组和其他姐姐们 录制现场的合照 不过引起大家争议的是 陈小云发出的那些图中 她状态完美 其他姐姐呢 要么面部状态差 要么动作表情奇怪 合照中精修过的图 大家都还算挺美的 不过陈小云更是人群中最亮的心 站了C位不说 肤色白到发光 硬是比旁边所有人都白了两个度 其他生途中 就完全不管其他姐姐的死活了 自己一个人 倒是凹着造型美得很 后面的杨成连脸都拍变形了 就连颜值能打的张博之 在和陈小云的合照中 也逊色了几分 对上极客军翼 更是赢得轻轻松松 当然还有其他被拍的 脸歪嘴歪的工作人员们 那更加无所谓了 同样的操作还出现在 宁荣荣的扮演者丁孝莹身上 斗罗大陆热播期间 她在社交平台晒制了一组剧组主演的合照 但是点进这组照片仔细一看 却会发现 在丁孝莹发的这组合照里 其他主演的照片都丑得千词百态 唯有她一人独美 这组被丁孝莹po出的斗罗大陆主演照片 总体上是以搞怪图居多 搞怪照自然是奇特古怪的 所以大家的表情也都比较的夸张 出现和以往美有所不同的古灵精怪的丑照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让人不解的是 这些搞怪照里丁孝莹的照片 无一不都是正常表情 只有其他演员无辜躺枪 同剧组的小五五轩仪 可以说是令人不认之事 肖战也有许许多多表情奇奇怪怪 不过男星到还问题不大 女明星之间的合照 才是一不小心九星风血雨 杨颖和景天的合照 乍看之下都很美 不过仔细一看细节就暴露了 景天脖子上戴的项链都劈歪了 对比一下景天的单人照 难不成是给大甜甜劈了个下巴 一直被称为娱乐圈高级脸的妮妮 也曾被怀疑过有类似的操作 虽然她并不是因为一批图 可选图时 拿闺蜜不如自己美的照片公开 应该也不够一起 她和baby早年经常携手出席活动 彼时妮妮的热度远不及baby 虽然养领的黄皮 确实比不上妮妮的冷白皮更上镜 但和人同一张照片却有两个版本 多少还是有点说不过去 妮妮蓝色西装 另一张红唇气场大开 而一旁的杨影却肤色暗沉 妆发诡异 让她整个人的颜值都不及身旁的闺蜜 可另一版本的合照装 baby的肤色明显被调亮了 虽然当天她的唇色选得不怎么样 却明显要比上一张图更显白 同一张照片却呈现了两种状态 不得不让人怀疑 照片是否出自双方不同的目的 当然最经典的莫过于双兵的那次合照 到底谁黑谁白 范冰冰方发的途中 范冰冰白到发光 而李冰冰在一旁不仅神态憔悴 而且皮肤很黑 然而之后有网友称 在外网找到的媒体图中 两个冰冰的肤色似乎完全对调了 范冰冰很黑 而李冰冰更白 虽然李冰冰和范冰冰官方号 还是互动挺有爱的 但引起的争议很大 本来是破冰的一张合影 导致两家粉丝掐得更厉害了 不过范冰冰也曾被一位 叫婉婉的网红给坑了 两人的合照中 范冰冰看起来精神憔悴 而且脖子前倾 仪态不是很好 被网红婉婉婉压压了 你想在各大场合 都压压群方的范冰 暗语说不会输给一个小小的网红 毕竟婉婉在网红圈 也不算顶级颜值标杆 和范冰站在一起 差别应该不会如此之大 果真就有一位范冰冰的忠实粉丝 在评论时意外暴露了对方的小心机 该粉丝表示 范冰冰装造都没有完成 就被网红婉婉婉拉去合照 而且发出的照片 都是婉婉选出的自己好看的两张 沈梦辰之间很有争议的那次 批图只批自己 至今都还让人印象深刻 她与模特出身的刘文 一同参加全员加速中二的录制 其中一张合照引起热议 合照中身高171厘米的沈梦辰 竟然跟身高178厘米的刘文一样高 且沈梦辰很努力的绣自己的大长腿 比刘文的腿还长 然而仔细看就能发觉 批图的痕迹 刘文腿旁的地砖都被批歪了 而沈梦辰的腰也明显被收进去了一大块 即便是后 沈梦辰极力解释自己并未批图他人 可在变形的图片面前 这种解释似乎很苍白啊 同样被批心机的还有蓝蓝的妻子吉娜 她与沈梦辰两人在音乐会的后台相遇 还专门拍了一张合影 发到了个人账号中 只见沈梦辰与吉娜微微搂在一起 面对镜头露出了微笑 相比沈梦辰的接地气 吉娜则画上了美美的妆容 还特意的挺胸提臀摆造型 事实上无论私下女明星们的关系如何 同观合照都是一场毫无人性的较量 毕竟是靠脸生全的圈子 即便是神家打架隐游胜败 管你是真姐妹还是伪闺蜜 美明星童况其明美 谁丑谁尴尬 舒畅为好姐妹刘亦菲庆生 二人在灯光昏黄不定的房间内自拍 结果竟然是由同光杀手之称的天仙败了 在状态绝佳的舒畅面前 刘亦菲显得神色黯然 就连她一向落牙银的瑕疵 都没能在合照中幸免 如果这张照片是刘亦菲发的 后续我们能够理解 衬托人气不及自己的闺蜜 倒也能凸显神仙姐姐的大方 但偏偏这主照片是舒畅发出的 且一连四张 每一张图刘亦菲都不及自己白皙光彩 要知道刘亦菲可是劝里出了名的冷白皮 年终红毯上 她时常凭借一身百道发光的铠甲 稳稳hold住各种造型 与杨幂流失之同框 能一下抓人眼球的还是她 她的白皙肤色高出了旁人几个度 C位字体 不过让闺蜜坑得最惨的还是我一能净 2015年她与秦浩在婚时 给自己送上了一场如童话般浪漫的公主婚礼 一致在婚宴结束后 都没立刻发出照片 官方解释是统一发放给媒体 可责料受邀的好闺蜜苏茫 却爆出了婚礼原图 这下舆论都知道 为何一能净不在婚礼结束后立刻发片了 等待修徒恐怕是最好的解释 婚礼上高颜月与新郎新娘合照时 气质依旧清纯 无愧女神头衔 可一能净却绑大腰圆 脸部臃肿与官方版照片简直天差地扁 这么一来 估计苏芒再也不会成为 一能净的座上宾了 从盛情邀请的好友 变成了杂成子的心机闺蜜 好短短的一个轰梦幻婚礼 让这位时尚主编无情戳破 张欣宇在浪姐里也有同款操作 张伯芝是公认的颜值天花板 同理娱乐圈多年审美标准 合照鲜少败阵 浪姐里她结识了耿直爽快的张欣宇 张伯芝坦言 而张欣宇表面上沉浮于姐姐的美貌 但一到合照时 张欣宇却努力把脸藏到张伯芝的身后 精致小脸自然归属于她 即使是自己在面前的照片 她也是45度角视人 杨幂也是擅长构图的高手 她跟赵又婷的合照 看上去显得女方脸又小又瘦 不愧是掀起飘飘的白浅上身 可你知道这张照片 是大秘密筹备多少次 才找到的绝佳拍摄角度吗 赵又婷将手机举到自己那边 拍了几次都没得让M1满意 急得她一脸嫌弃的表情 直到其找到合适的拍摄角度后 一张完美购物的照片才被制造完成 所以别以为我们看到的随手拍 是真的随手一拍 女明星们听到拍照二字 个个如临大敌严震一代 收下恶两翼子间转见甜美笑容 一系列动作如行云流水毫不含糊 这才有了镜头浅光鲜亮丽的他们 所以还觉得合照是一场和谐的盛宴吗 同框无损位 合影是号令 八线过海各线深通 才是惊艳的王道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CyTi的视频 就请多多点点和关注 CyTi每天都会贡献 精彩娱乐资讯哦